Shalom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领袖一起来看启航 我们翻开明书记第十章到十一节到十二节 第十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说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以色列人就按赞助前行 离开西乃的旷野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中 有两只号是非常重要的 以色列人的一举一动 都必须要依照这个号生的指示来进行 就比如说 百姓在会幕里面聚集 统领到墨西那里 哪一边要引起航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作战 什么时候要欢乐 什么时候要献祭 都必须要依照 或者是依从这个号生的指示 那么以色列人要懂得听 也要懂得分辨这个号筒的声音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 这号筒的声音就象征着上帝的声音 我们要照着神的声音走人生的路 神叫我们停下来 我们就停下来吧 神叫我们前行 我们就快快的前行 神叫我们与敌人争战 我们就千万不要放松 就必须要迎面去面对我们的敌人 与他争战 要留心听 并且呢 要懂得分辨 还要去遵行 其次呢 以色列人呢 好像一支训练有数的这个军队 他进退是有次序的 神很看重次序的神 我们要依照上帝的次序 和他的时间来行走天路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也不要远远地落在神的后面 我们凡事都要靠着走 也不能轻看人的帮助啊 只要他们是属于主的 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的这个临程 也必须会带来帮助的 谦卑向有经验的人 向属灵的人 请教 能使我们人生 走少很多的冤枉路 至少不必要的苦头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人生的道路上 你拆派了好多好多的 这些基督徒属灵的长辈 来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指教 赐给我们他们人生的经验的一些的教导 并且能够带领我们前行 我们前面的人生路 当然 人生路不会一路的顺顺利利 有些时候 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的熬念 一些的考验 但这一切我们都相信 人生路当中 你也必会派来人 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扶持 带给我们生命的帮助 只要我们愿意 学习谦卑 学习去讨教 学习去聆听 我们都相信上帝 你一直都在带领着我们 感谢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愿上帝赐福你 感谢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同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